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話說彭博社剛好刊登了一宗非常重磅的消息 根據他們的報導所說 在香港有經營業務的三家中國大型國有銀行 正在採取一些臨時措施 以遵守美國對香港官員實施的制裁 進而保障至關重要的美元融資渠道和海外網絡 到底這些銀行採取了什麼臨時措施呢? 在講下去之前 首先要呼籲各位益友 記得免費訂閱我們的頻道 謝謝大家的支持 彭博引述消息人士透露 說在美國和香港擁有業務的三家中資大行 包括中國銀行、建設銀行和招商銀行 對於行政長官林鄭月娥等11名 受到美國制裁的官員開設新戶口的態度非常謹慎 至少有一家銀行已經暫停了這一類活動 知情人士還提到 說部分銀行禁止經過美國交易 原先可以立即處理的一些交易 現在都必須經過合規部門的審批 例如花旗集團等的外資銀行 也採取了商業行動 暫停賬戶或者加強對於香港客戶的審查 最後彭博的報導提到 說中國銀行和建設銀行的代表 沒有立即回應採訪請求 招商銀行說不予置評 至於特區政府沒有回應採訪 所以這三家銀行其實是不致可否的 他既無承認這個消息 亦沒有否認這個消息 但是假如這個消息是屬實的話 就正好反映出 美國對於個別官員制裁的後續影響 逐漸開始浮現 之前林鄭和葉劉之流 經常走出來說 他們自己不向往美國的生活 又或者在美國沒有擁有任何資產 所以對他們沒有任何影響 林鄭還談笑風生 還說對於美國所謂的制裁是一笑之之 痴之以鼻 但是如果彭博這個消息真是屬實的話 原來去到最後 無論是中資銀行也好 什麼資銀行也好 都要被迫遵守美國實施的所謂制裁 理由很簡單 其實彭博也說了 就是要保障美元的融資渠道 就是要保障美元的現金流 就是要避免資金亂的斷裂 一家銀行打開門口做生意 他無非都是求財 不是求氣 他絕對不可能為了十多個人的業務 而放棄整個國際市場 這樣在一個商業社會當中 完全是非理性的行為 是說不通的 所以就算彭博這個消息 最後是屬實也好 完全是可以理解的 銀行要賺錢的 不是用來玩的 所以林鄭、葉劉 或者其他建制派 不用整天再搬那兩件事出來說 又說不向往美國 又說在美國那裡沒有擁有資產 不用說這些 其實建制派當中 有一個人就相當老實 那個就是自由黨的黨魁鍾國斌 唯有他就是把實情面對 而且倒出了當中的利害 就不像這些人 避重就輕 有鬼用嗎 現在的影響就逐漸浮現 經常沒有影響 你以為念口謊嗎 說一百次就是三人成虎 就會變真嗎 接著也反映得到 金管局較早前發的通告 根本就毫無意義 人家那些銀行 會自己衡量當中的風險 你只懂得跟別人說 說外國單方面實施的所謂制裁 在香港沒有任何法律效力 是呀沒有的 你可以不聽他說也可以 不過 到底是否這些銀行 在美國完全沒有任何業務 到底是否並非以美元結算 是否完全可以擺脫得到 美國的影響力 事實就勝於紅辯 若然出了甚麼事 你金管局幫他負責嗎 你擔當得起嗎 接著再講一下 警察儲蓄互助社 其實剛才那段我們也有提過 基本上他們把資產轉來轉去 又是轉去中資銀行 只是白費心機 因為目前美國財政部公佈 11名的中港官員制裁名單當中 都只得鄧炳強和盧偉聰 是跟警務人員相關的 其他那些完全沒有列進去 其他那些警員沒事的 所以 那些銀行根本不會對你們採取任何行動 但是如果真的不幸地 美國政府無厘的 去點名點了這個儲蓄社 的話 那些銀行 就算哪一家都好 都會採取相應的行動 所以根本上 調來調去就沒用 總之 美國財政部 不要點中你就可以了 好了 接著就再講一下 關於大陸之前 不是說要反制11名的 美國國會議員和非政府組織的負責人 當時有些人還說 這是對等制裁 實際上反映得到 無論從層次或高度上 都未能對等 因為現在 美國實施的制裁 原來所有銀行到最後都要被迫遵守 要幫手 就有些措施來應對 問題就是 當中方對11名美方人員實施制裁的時候 到底有沒有哪一家的美資銀行 他們是要被迫遵守 中國所實施的制裁 是不是要跟這些議員 或者非政府組織的頭目 斷絕往來 取消戶口 暫停戶口等等 是沒有的 所以不能對等的地方就在這裏 當初其實胡錫進 我都覺得他說得很對 他就說 不用每一步都陪華盛頓去玩 有些地方就要藐視他 藐視他 我當初都以為 胡錫進 老虎 是看到一件事 就是 這個所謂的對等制裁 玩到最後金融選項的時候 就是不能夠對等 所以他才說出這番說話 但原來後來不是 他看到大陸說要反制裁美方11人的時候 他又在歡歡立喊 到底制裁什麼呢 有什麼具體措施出了爐 現在只有一個名單 有什麼具體措施才行 暫時還未見到有 可能正在做 不方便對外公佈 沒有理由 你都會告訴別人 如何制裁他 所以 其實老虎當初的說法 就是相對理性很多 我起初還以為 他是在鋪下台街 讓大陸走 然後再說另一件消息 就是周庭被捕 激發起日本朝野政黨 乃至社會各界 對於香港情況的關注 周庭的朋友黃之鋒 就在Facebook上這樣說 他說 一直以來 日本對比起英美主導的西方國家 對於香港的政策 都採取了較為保守 和低調的態度去處理 即使在過去 30年以來 民主派如何嘗試 都好 仍然跟西方社會打交道 比較在行 也未能太過接觸到日本社會 最主要的原因 就是語言不通 和文化差異 誰知 出現了一個機緣巧合 誕生了一位精通日語 熟悉日本流行文化 人物設定從頭到尾 極為討喜日本公眾的周庭 他頻頻出現在日本公眾輿論領域 成為了全日本最有名的香港人 他的一舉一動 亦避受日本傳媒採訪 拘捕周庭對於日本社會帶來的震撼程度 比拘捕其他任何一個香港人還要大 因為在日本傳媒的描述中 周庭的外號就是民主女神和聖女正德 實際上 周庭的影響力在日本來說 真的沒有任何一個香港人可以比意得到 這就是屬於他的軟實力 是他本事 因為他是粗一口流利的日語 而且曾經去過日本參加交流的會議 真是說得出來 不是吹水 不是脫脫咳咳 這是他天賦的優勢 正如黃之鋒自己說到 周庭的外表 其實是非常設合日本社會的需求 就是所謂偏愛的那些 樣子可愛的女生 他就是一個這樣的人 所以 就是合了河車 好了 現在周庭到底是得到了哪些人的關注呢 比如說在政界方面 內閣官房長官菅義偉 就馬上在Twitter發表了貼文 抗議周庭被逮捕 至於在野黨又怎樣呢 參眾兩院的議員 都有份來講 無論是立憲民主黨也好 日本共產黨也好 至於演藝界 文化界 新聞界 很多人都出來幫忙 甚至乎連樂隊X-Japan的吉他手 都寫了兩條貼文 幫周庭說 首先 他就說自己不能夠再保持沉默 他就要斥責拘捕周庭 是違反人權 追求自由 就不是罪 另一條貼文 他就說到 應該要保衛世界各地的基本人權 不分國家 種族 人人平等 後來有一大群小粉紅 去圍攻他 那些是離譜的 你做小粉紅 你如果在大陸 就不能夠翻牆 上Twitter的社交平台 但是如果在國外 那更離譜 一方面享受著民主自由的紅利 一方面就打壓民主自由 你為何走在別人那裡 只是吵怨巴閉 後來這個吉他手 刪除了那兩條貼文 但是沒有用 人家發了出來之後 就會有截圖 就會有截圖 就會永久流傳下去 根本上人家的真正想法就是這樣 刪除了他就沒有用 人家已經表達了自己是向往自由 不會因為被你們在罵幾罵 就變成支持極權 很愚蠢 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